公元1891年 公元1907年 郑玉秀随姐姐去日本留学 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 之后 他便回国以第一女杀手的身份 投身革命运动 他首先参加了汪精卫 黄富生等人策划的刺杀逆政王再封一事 最后又参与到刺杀袁世凯的行动中 尽管刺杀行动暴露后 以失败告终 但郑玉秀机智地逃走了 并在不久后 成功刺杀保皇党中间力量梁毕 事后郑玉秀远走法国留学 于1924年获得了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协位 又成了我国第一位女博士 就在法国留学期间 一战战胜国 于1919年在巴黎凡尔赛共召开巴黎合会 此时的中国虽然也是战胜国 但西方略想 却罔顾中国利益 1919年6月27日 郑玉秀作为留学生代表 前却与中国代表团熟悉代表 陆征祥谈判 他折下一只尾规之抵在陆征向腰签 表示只要他在合约上签字 他手里的家就不会宽恕他 在法国去的博士协位后 郑玉秀回货成了第一个女律师 她一直进行女权运动 不过她晚年落魄 终于1959年孤独病逝在美国 2011年3月24日 河南省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 卢文焕因病去世 他去世时 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偿 只留下了一张60年前的奖状 但这张奖状的出现 却揭开了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 甚至惊动了当地政府 他是谁 这种奖状到底有何来历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奖状即可观看